两岸启动二次包机将滞留在武汉的民众接回台湾 今年晚间分别由华航跟中国航空公司各一架搬机接回300多人 行政院长苏贞昌重申了弱势优先三原则 不过因为首次包机爆出诸多争议 因此朝野立委也希望政府能够确实掌握登机名单 来到立法院备巡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规定先养体温 就连媒体反问也不再使用俗称的烤肉架 避免靠近太多麦克风增加防疫风险 对于延宕多时的武汉包机终于露出曙光 苏贞昌重申弱势优先三原则 不过在飞机落地前政府都抱持谨慎态度 基于尊重我们也不要说先给他讲就是 最后确定的时候指挥官会宣布 疫情中心会宣布 然后等到安全反抵国门 才是最最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想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 刚刚店长也提到了 量力而为 所以这一波如果能够顺利成行之后 我们当然再演绎下一波 那人数大概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这个400出头而已 陆委会正式将从武汉接回400多位台湾人 交通部长林嘉隆表示 交通部和华航都已经准备好 就等待通知 不过前一次包机发生名单不实争议 也因此 乔委立委都认为陆委会应该要掌握名单 陆委会一定要确实的审核这些名单 那一定是让优先的让老若傅如这边可以上机 可以赶快回来 那如果说没有在名单上的这个民众 当然陆委会也要有这个一定的立场去 不让他们上机回来 因为这一些都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保障 这样的名单 其实台湾这边应该要 我们的政府是可以去检查审视它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国人负责 中国是不需要面对他们的国人负责 希望少点政治干扰 让包机顺利成行 好接回滞留武汉的民众 新唐人雅的电视台北终合报导